跟大家介绍的叫做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 先介绍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 物理性质就是跟自己有关的性质 跟本身有关的性质 可以借着观察感官就知道性质 你的身高 你的体重 你头发的颜色 你眼睛的颜色 那个看一看 弄一弄就知道性质 就叫做物理性质 物体的体积啊 质量啊 密度啊 容点 废点啊 能不能导电啊 这东西就叫做所谓的物理性质 化学性质就是要 你会不会转变成别的东西 如何转变成别的东西 就是化学跟化学变化 有关的性质叫做化学性质 化学性质 你跟能不能变成那个玩意儿 如何变成那个玩意儿 靠着 比如说可燃性、助燃性燃烧 一种化学变化 什么时候会烧燃点、活性 跟别的东西作用的容易程度 腐蚀啊、毒性啊 这都叫做所谓的化学性质 所以有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 那也有所谓的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物理变化就是本身没有发生改变 组成没有发生改变 那个叫做物理变化 本身没有改变 只有状态改变 一个最正确的、最明显的物理变化 那就是三态变化 固态变异态、异态变气态 叫三态变化 国中还会讲到什么溶解、破碎什么之类的 那溶解是有问题的 等一下跟你说 重点就是没有新物质 没有新物质 A还是A 只是看起来不太一样 A还是A的 这样的变化叫做物理变化 发学变化就是有变成新物质 有产生新东西 我们前面讲过的组成 组成包括了原子的种类、树木跟排列方式 所以你的种类不一样了 树木不一样了 排列方式不一样了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化学变化 有新东西产生出来的 像我们国三下学系要教的电解 我们曾经教过的化合跟分解 我们曾经讲过的氧化还原 跟酸点综合的都是所谓的化学变化 我们国中台湾的国中 通常把溶解当作是物理变化 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糖溶于水中当作物理变化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外面是这样一颗糖 丢到水中喇喇以后 那颗糖那个分子还是完全一样的分子 我们讲过糖不是变解质吗 不会解离 还是那颗 所以糖溶于水当作物理变化OK 可是盐巴溶于水是物理变化吗 外面是氯化呢 丢进去变成钠离子跟氯离子 这样子把它当作物理变化其实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甚至于有些是丢到水中之后 然后溶溶喇喇喇喇 溶溶之后 它是有会变成一些新东西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教过的锈水 锈加水会变成青锈酸跟刺锈酸 所以你把溶解当作物理变化 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台湾都是这样子考 所以你就考试还是这样子写 人家问你说下列何者是物理变化 写了一个溶解 你叫做物理变化 但是你心中要明白 这种讲法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OK 把溶解当作物理变化是有问题的 OK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叫物理性质 什么叫化学性质 什么叫物理变化 什么叫化学变化 那么考试就会出一些方法来考你说 这个是物理变化或者是化学变化 这个我们也考过 也考过的